近期印度空军成为了重视之底 除了印度民众不理解之外 外界也在热议 为什么印度这个军事水平高居世界前列的大国 在空战中被巴基斯坦搞得那么狼狈呢 印度空军在多次检讨之后终于得出了结论 导致空战失利的原因竟然是基库的问题 不得不感叹印度甩锅角度这吊赞 据环球时报本月13号援引印度空军消息 印度空军在近日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表示由于靠近克什米尔地区的前线基地中 没有能够供苏三菱MKI战斗机使用的加固机堡 导致苏三菱不得不部署在后方基地当中 无法在第一时间赶到时空线附近参战 遗误了战机 印度空军的这个结论猛一看还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 苏三菱MKI是印度目前最为先进的战斗机 哪怕巴基斯坦出动了F16 苏三菱也不遑多让 如果空战当天 印度空军能够出动大量的苏三菱 最终谁胜谁败还真的说不准 但根据各方消息源来看 印度空军的这个说法甩锅的嫌疑很大 因为印度空军在当天是出动了苏三菱的 虽然从大后方赶到前线花了一定的时间 但是对战局的影响并不大 这从整个空战的流程中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出来 这次空战是巴基斯坦空军先动的手 越线进入了印空克什米尔区域 印度当时确实只有米格21 因为这是印度刻意这么部署的 由于米格21行列系统简单 反应非常迅速 不需要什么准备就可以立刻升空作战 因此在发现了巴基斯坦空军挑衅之后 米格21迅速出动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判出的米格21 并不是为了跟巴基斯坦空军营销高下 而是去驱离巴方的战绩 如果不能驱离就拖住时间 等待后方的苏三菱赶到之后再做定夺 这一次印度空军碰到的是最后一种情况 也就是先跟巴空军周旋着 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 变客之后苏三菱拍马赶到 让印度空军的士气大震 巴方空军看逃不到什么便宜便掉头返航 然而印度空军却开始不依不扰 一直坠着巴方的军机 进入到了巴库区域 结果惨非巴方空军反杀 也就是说空战实际发生的时候 印度空军的苏三菱是在场的 结果一枚导弹也没有发射 就灰溜溜的反航了 因此虽然苏三菱离前线远 米格21性能落后可以算是一方面原因 但是印度空军的能力问题 才是空战势力的根本 完全是一方面的 在军筒的内容 然后我们开始用这个军筒 内容的军筒